2.展览总说与建筑事件 现在您的位置是第二个导览点 您的身体左侧是比一位成人还高的连续展墙 上面印有展览总说 展出内容是从省美馆到国美馆时期的建筑事件历史年表 说明自1978年由台中市政府核定于6号公园用地 开始建构台湾省立美术馆 可从八位馆长的任期年表 包含第一任刘党和 第二任倪再沁 第三任李悟坤 第四任林正宜 第五任薛宝霞 第六任黄才狼 第七任肖宗皇 第八任林志明 对应四个不同阶段的建筑事件发展年表 首先建筑事件年表 以亮橘色代表1978至1998年 1.0萌芽与挑战阶段所历经的管设新建工程 碑林广场和雕塑园区陆续完工 以桃红色代表1998年至2007年 2.0破裂与重生阶段 历经国立台湾美术馆大规模的水牛计划整附建工程 以及数位方舟的成立 以天蓝色代表2007至2015年 3.0成长与变革阶段 承接艺术银行 艺术品租赁业务 及新典仓库扩建工程 以浅绿色代表2015年到今日 4.0扩张与进化阶段 面临高龄化与少子化社会现象所启动的儿童美术教育中心 电幅梯 园区改善工程 加上国家摄影文化中心筹备任务 让国家美术馆走向更友善及平权的环境与服务 因此国美馆建筑体的四个阶段转变 因应国家发展 社会时空 政策实践 及观众需求 而产出多样性的建筑形态 及空间与会 如同不断演化成长的生命体 接下来 请您以左手触摸展墙 顺着向前移动约15步 中间会经过弧形墙面 弧形墙面结束 摸到90度垂直转角 即可抵达第三个定位点